这张镜头转到新装 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呢 为了让六年级的国小毕业生呢 未来在念国中的时候 能够有多一项的交通工具选择 也就是骑乘自行车 因此呢超龙国小呢 特别邀请了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的教练 来到学校跟这个毕业生的同学 畅谈自行车行为 跟租借钱的注意事项 为了让六年级国小毕业生 在通行国中的路途中 多一项交通工具选择 并懂得行车安全及礼浪行为 昌龙国小特地找来自行车 新文化基金会教练与同学 畅谈自行车行为及租借钱的注意事项 读了国中之后 学校可能会离住家稍微有点距离 他们可能会骑脚踏车上学 或者是搭乘捷运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使用U-bike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课程 可以让他们更清楚 骑乘脚踏车的时候的一些交通安全的概念 甚至于如果是自己的脚踏车 他要怎么样选购脚踏车 他要怎么样去做基本的维修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 能够在学生离开学校之前 能够建立这样正确的观念 因为我们现在公共自行车很普遍 包括了市区的U-bike 那在我们河滨也有公共自行车租借站 但是大部分的民众都不知道骑乘前 对于车辆该做些什么检查 然后在骑乘的时候 该注意哪些跟安全有关的事项 那这一次配合教育局的这个活动 的这个专案 那就是到各级学校去做这样子的推广 那希望借由学校学生 然后慢慢的扩展到他的家人 然后扩展到一般的社会大众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透过影片及真实案例 与在场同学进行互动 当然有不少观念 也在这次教育训练课程中 有人有了全新知识 有人则是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想法 其实就是在挑选车辆的时候 当你选定一部车 可以先从他的胎压开始检查 然后再来就是龙头 再来就是刹车 再来就是椅垫 这个是一般骑乘前 我们最需要注意的 就是龙头的刹车 一定要右边先刹 因为右边是后轮的刹车 如果前轮先刹的话 这样会导致往前摔 教练说国人骑乘自行车的道路安全知识 是上人普遍没有落实 如人行道上应该礼让行人优先 而且不骑在快车道上 甚至应该两段是左转 大家都忽略 所以往往一发生事故 都不是轻伤带过 现在透过这样的教育推广 希望这些小朋友 未来是小小种子 好好影响自己周遭的亲友 让他们学会自保 也保护别人记者新装采访报导